台湾竞速滑冰好手黄玉婷两度扣关冬奥 他今日打头阵在1500公尺项目登场 被分在第一组滑出2分00秒78的成绩 但领先地位仅维持了两组就确定无缘奖牌 最终以第26名完赛与上届平昌冬奥的名次一样 他下一个出赛项目是13日的500公尺 拿手的1000公尺则要到17日才会举行 黄玉婷在冬奥开幕前惹出穿中国对服练习的争议 遭到台湾网友猛烈批评 不过他仍尽力备战 期许自己谨守本心不忘初衷 他是中华代表团本届首位出赛的选手 今日下午4点30分在1500公尺项目登场 被分在第一组与英国选手斯梅丁 Elia Smithing捉对厮杀 滑出2分00秒78的成绩 力压对手的2分01秒09 不过黄玉婷的领先地位只维持了两组 第三组的德国女将乌里希 Michelle Eurek滑出2分00秒20超越他 第四组两位选手又都滑近两分钟内 他因此确定无缘颁奖台 最终在30位选手中名列第26 与上届平昌冬奥的名次相同 但较上次的成绩2分18秒84进步了18秒 黄玉婷接下来还有500公尺与1000公尺的赛事 500公尺比赛时间为13日晚间9点56分 他拿手的1000公尺项目则将在17日下午4点30分登场 黄玉婷是本届中华代表团四位参赛选手中 唯一具有冬奥经验的选手 他在2015年底才转战竞速滑冰 仅花两年就取得2018年平昌冬奥门票 他当时参加500、1000与1500公尺项目 500和1000公尺各以第22和20名作收 他在1500公尺赛事中则在最后弯道跌倒 仅拿下第26名 这辈子 vor行不行 mid市在最后弯道跌倒 误 讲与&右手描��